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康老师 那么在这集系列里面呢,我们来到了声乐初级的第18讲 今天的主题内容是四字解读唱歌技巧 我们之前呢,一直录制这个声乐初级已经是7讲 那么今天是第18讲 那为什么说今天用四个字来解读这个唱歌技巧呢 那我就能记住这四个字 基本上你可以业余的变专业 然后从专业当中呢,可以变比较高手 那如果是真的是按这个四个字去来进行唱歌的话 那么我分享的这四个字呢,就是高、空、深和通 那为什么说是这四个字呢,我们的一一的来分析 并且呢,我也会每一个重点的一个字,我会用首歌曲 来稍微唱一点点给你感受一下啊 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 第一个,高 它的高呢,也就是它的位置的高 我们之前说过,你的位置要非常放得高 好,就像那个在青藏高原,朱姆朗玛峰一样 那么我就用这个高的位置,我们之前说过 这高的位置呢,就是所谓我们的头腔共鸣 它你的位置当中,你想的顶天立地的汉子 那么非常的头顶天的感觉 那我觉得特别想到这种青藏高原 就是很有这个高的感觉 我们感受一下啊 你看它的高音,高位置的感觉呢,这就是它的高位置 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 位置要放高,无论是这首青藏高原也好 还是唱其他的作品的时候,也是位置要挂上去 不要让它掉下来,就是高位置的概念 那么接下去呢,第二个部分就是空 那么这首空呢,我就想用那个滚滚长江东市水,就里面的空洞 这个空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腔体要空 头要空,就是你装的,就是你的整个,就像我们的房间一样 那房间越空,它的声音呢,就越能够传得更让你立体声 那我们的腔体,无外乎就是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的腔体,我们的胸腔,还有包我们的口腔 还有包我们的头,这一块,就想再空一点 无论是感性的空,还是真正的实质理性的 我们的这个肢体当中的空,也是一样 让它很空很空,越空越好 这个感觉,我们感受一下 滚滚长江东市水 所以它里面这个空,你看,非常的空 就你的腔体架构 就感受到是整个你的腔体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空 就是没有任何在拦阻 没有任何在你的当中,就是来去贯通一样 就像你在一个山谷当中唱歌 非常大的一个音乐厅一样 所以它是很空很空 让你的腔体整个,无论是感性的空 还是理性当中你的肢体的架构的空 都是让它畅通无阻的这种空 这是第二点的空 那么第三点,吸气要吸得深 那这首歌呢,我想用一首 就是基督教的一首歌曲 就是叫 《唱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一首歌 唱哈利路亚赞美主 《唱哈利路亚赞美主》 《唱哈利路亚赞美主》 那这首歌呢,也是一样 你吸的时候,你看 《唱》 你感受到你的气是非常稳健 下面就像长了我们的脚 长了我们的手 抓住下面的感觉 非常深,非常稳 这种深呢,以至于说 就像我们台梁桶很重的水 整个气息呢,它是往下沉 整个气是坠着你往下走的 这种气息的深 所以很切记这种感觉,这种深 在吸的时候,你看 我们说吸,在张嘴,喉咙打开 凉风吹进 所以你吸的深的时候 我们前一两讲都讲过 如何让你的气息深而稳 所以这个气息深下去 就是这种想抓地的感觉 越来越渗透去 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感觉 是这种 是这种感觉 这是来到第三个字 就是深 那么再接下去呢 第四个字呢 那就是通 通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论你的高声区 中声区 低声区 上下位置一样 高中通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通的时候畅通无阻 就好像我们的 这辆列车一样 无论是在这个 低音的站台 还是经过下一个站台 中声站台 还是在高声站台 它去的时候 是一直的速度 有往直前 畅通无阻 所以这种通呢 来回畅通 而你的气息 非常的顺畅和畅通 这首天路 它的副个部分 我们找一下这个感受 是很通的感觉 它是一条神经的天路 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幸福的歌声传练 四方 幸福的歌声传练 四方 好 这是想到这首歌曲 就是抽出一部分 让你感受一下 这几个字的重心 重点 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四个字 第一个 它的高 也就是它的位置高 它的这个 你的头枪 甩枪 非常高 非常远的感觉 这是高 那么第二个 空 空呢 就是我们 横格膜 还把我枪体 还把我头脑当中 再放空一点 也是一样 让这个很空 让它的立体声 更空 好 这是空 第三个 气一定要吸的声 声到直踏 像树根 扎根 像那个下面 提的两桶水的感觉一样 越唱越往下渗 越唱越往下渗的感觉 那第四个呢 就是通 无论中 低 高 这个声音 都是在统一的一个位置 要非常的通顺下来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四个字的重点 那当您 无论是在自己唱歌 还是用这四个字去评办任何一位 歌唱家也好 还是唱歌的人 用这四个字去评审一个人呢 唱歌的 他的水平是怎么样的 真的是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归纳到我们唱歌的 这个你的唱歌技巧的 初 中 和高 级的水准 好的 今天呢 就跟您分享这个关于唱歌技巧里面的 用这四个字 缩短的 精简的 就让你帮助您 更有一个标准 也帮助您 往这个一个目标去 前进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课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教学视频 也欢迎您 点赞 及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 点击关注我的频道的呢 欢迎您 点击关注 并且打开小铃铛 那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 我们期待 下一次的再见 好 拜拜